歡迎回到高達老母,歡迎回到Gundam老母,歡迎回到我教達了,媽媽 剛巧又讓我錄到這個600KOS的宇宙 繼續用回Gundam Mark IV 看到TITLE大家都應該看到 養功今次我可以做到50%以上 印象中我是沒有試過的 不知為甚麼,我看完片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打法就是這樣,拿中然後浮過去敵人附近 再決定繼續用拿中,還是開藝裝的裝置 來到這個位置,其實有兩隻的距離差不多 差不多近的距離,我會選一隻 看來比較容易打的 剛巧呢 這樣,同伴幫我打平了 那我就等下刀了 但是呢,劈中我的同伴 他不知為甚麼飛過,然後給我一刀 劈了下去,他就不幸運了 那這隻慢了,不過不要緊 又是同伴幫手 好,還有呢,整堆人在這裡 那就可以圍著在這裡慢慢射 那在這個時候呢,搞定了那些人 那我就 開回這個 偽裝的裝置 嘩,嘩,這個厲害 一刀呢,就片停了 片停了那兩個我自己有 那所以呢,唉,我還是趕快走 那,有片都自己有了 我不是故意的 所以我自己有,已經走了 好了,這個時候呢 剛剛呢,立刻拍多一次那個 那個,逆中的裝置 那呢,他就找我不到啦 那他是找到我另一個同伴 那,結果呢 他就會很挫亂 那我趁這個機會呢 就當然是劈他兩刀 所以呢,很快就搞定了這個人 去混合這個人 好,那就 無驚無險 那就 贏了一回合 這個時候呢 都是,索敵啦 那,剛好有了一隻 他就已經,我是拿中 他見我不到啦 那就,不幸運了 那,我呢 我出刀呢 慢一點呢 他就算是,急回呢 都會中了我第二刀的 好,這隻東西 跟他玩了一會兒之後呢 他就給我同伴打敵 哈哈 然後呢 我出刀呢 他就算是 然後呢 因為我是假裝同伴 他呢 是會很疏忽 他在他左手邊那個 以為是同伴 但是 So sorry 都是我來的 哈哈 所以呢 就馬上要轉回匪中 去避開他的耳目和雷達 那,又可以偷偷地由下面呢 兜上去打他後面 那就簡單直接啦 好,這次呢 這次呢 輪到 同伴 後我一到 好,接著呢 又繼續找啦 這個呢 就 爆了啦 唯有打這隻啦 他已經是追著我打的了 知道呢 我是必須要打 必須要打爆的 但是 都沒有辦法了 太遲了 哎呀 其實這槍呢 是要中的 這槍中了 其實他已經死了 這個時候呢 立刻開回藝裝 好啦 那呢 用這個 藝裝呢 真是 非常之方便 如入無人之境 但是呢 當然啦 有些敵人是會見到我啦 但是見到我其實 都已經太遲了 好啦,繼續啦 這次呢 對面的對手呢 都是打得比較鬆散 很多時候呢 就變成 我們 銅盤 有兩隻 或者三隻 那 就很快 就被我們搞定了 那 去到這個 情況呢 我看到我後面 有整個 即是加加麻麻 有四個銅盤 那就算了啦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啦 那我就 跳出來 裝個彈彈 好,終於爆了啦 其實我在這裡呢 事後檢討呢 其實 這一刻呢 我應該要再等久一點的 等 對面的敵人呢 那個 擺位呢 再散一些 我才好走去 因為始終我 有點少啦 我就想浮出去呢 有幾隻呢 其實就越來越 越來越 那隻呢 死得很快 不過 他的分數呢 距離都相當大 基本上呢 這一回合呢 是贏硬啦 只不過是贏得多還是少 好啦 出來呢 繼續索敵啦 慢慢攻進去 一隻殘血呢 但是他會 他是逃離不了我 扮眼的 一 一飆出來的時候呢 就 射下去 那就真的走不進了 那 擺明都是送給 這一隻呢 有我同盤處理中 我搞下面那隻 那但是呢 我打這隻呢 就打得不太好 那 第一槍不中呢 就變了是 很多刀呢 都要 要捱刀啦 那然後呢 不過呢 我沒那麼容易就範的 怎麼都找一隻陪葬先 跟著呢 才 有尊嚴地死去 那想著呢 我會死的啦 這個時候 那但是呢 我見到細色不去啦 剩下千多 一炮就搞定 這樣呢 就慢慢離開這個空域 那麼呢 連 遠處呢 那隻隔路鼓呢 追擊型的隔路鼓呢 應該可能有機會看到我 那我就 對了 還在那裡 那我就慢慢退後 慢慢退後 但是同時間呢 因為只有20秒而已 我相信對面的敵人呢 都投降不追的了 那所以就 這一回合呢 就是這樣 安安落落 簡簡單單 但是 死多了一次的情況下 就完場了 所以就說 這隻 又有匿蹤 又有偽裝 的機體呢 在宇宙是好著數的 平地都OK的 分數就不錯啦 傷害輸出最高的那個 就11萬多 那我也有9萬多 而養功呢 去到53% 不過都不知道為什麼 對面的養功都是很高的 那所以說 剛剛都說了 如果不死多一隻呢 那就應該是挺完美的 不過那隻也太少能源了 今次一場實戰呢 就這樣完啦 那我的分數呢 都慢慢努力 這樣升上去的 那這個帳戶呢 現在和舊的帳戶呢 基本上一樣 大家可以看看分數就知道了 好啦 多謝各位收看 記得Like、Comment和Subscribe 做我的IG、Facebook和MeV 我們下次見 拜拜